想和大家谈谈究竟是谋杀、自杀 还是他们互相残杀 我们再看看一个人性 刚才我不是说有个牛奶仔 牛奶仔就是5点多的牛奶仔 7点多就有个邻居 其实他根本是凌晨过身的 还是会不会是凌晨再之前 即是会不会是前一晚6月30号 因为7月1号基本上 7月1号早上5点多已经没人认 即是应该可能过了身 好了我们再看一个人证 下一张有个新闻图 这一个叫做Rishi 这一个男仔 他也很年轻 原来Rishi在Burali 即是在当地的社区里面 就是在一间印度薄饼铺里面 做外卖的 做part time 原来他在6月30号 即是发现尸体的前一晚 6月30号 6月30号的夜晚10点半 他就收到一个外卖电话 就是这一家人打电话来的 就是说 麻烦你给20个薄饼 20个薄饼 那么他就收到这个电话 即是10点半收到电话 根据这个男仔的口供 就是说三个字之内 即是10点九 就送到他们家 但是他10点九 即是这个男仔 其实是一个药膜的钟 就是药膜的时间 因为可能他没有带标 但是根据CCTV 闭路电视所说 其实他10点39分 6月30号的10点39分 就去到送到外卖 那他收了钱就走了 他都说 他说我跟他们有交涉 开门看到他们很和谐 那些没什么 很正常 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 推置到死亡时间 应该是10点9 至到凌晨第二天的5点10 这段时间 过生 嗯 那究竟在10点 10点9 上一晚的10点9至5点10 再发生了什么事呢 会不会真的有产入屋呢 又或者会不会真的自杀呢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在警察呢 他就是当然啦 他做尸体的 他做尸体的 就是他做尸体的监司 以及找了很多证据 因为你没有 那家屋没有不见东西 那一定不会是打劫 也都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找了很多种种的迹象呢 其实警察呢 是有证据 有可疑呢 是怀疑呢 是自杀的 有可能是自杀的 为什么呢 一会儿再说 为什么会是自杀 就是为什么警察会怀疑自杀呢 嗯 但是 但是 你说自杀 是不是真的可以成立呢 又很奇怪 因为如果你真的自杀 他很喜欢吃薄餅 他很喜欢吃薄餅 就是 臨死前唯一的唯愿 就是想吃一块有薄餅 而且你要吃很多 你要平均每个人吃两块 因为你买了20块 有11个人 最搞笑就是 20块薄餅 厉害 厉害 是 刚才说的20块 20块薄餅 厉害 刚才说20块薄餅 厉害 哦 因为 大家有看到 在图上 这个叫做Bangalgram 又或者 大家会很熟悉的 鸡心豆 或者鹰嘴豆 其实都是印度人 比较常吃的早餐 他们这家人 也不例外 其实 警察就发现了 这包东西是开了 准备了碗 准备了碗 准备了一些水 其实不是说是储量 不是说储量 不是说储量 不是说随便摆 是他们是真的准备明天吃的 是 就是 见到一些痕跡 其实其在 如果真的是自杀 为什么要准备早餐 为什么要吃完晚餐 你也可以说吃完晚餐 他自杀 就是想吃饱点做饱鬼 那为什么要吃早餐 为什么要准备早餐 这个就是一个 吃完那个 我估计 炸天马 可能吃完薄餅 接着 我要下定决心 死了 但是一直都下定不到决心 不如肚饿了 煮早餐 但是你 在没煮好早餐之前 他就决定吃 不过你很牵强 是啊 嗯 再说多一点点的疑点 但一致不会和大家解谓 多一点疑点给大家听 究竟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还有一个懸疑的位置 好吧 那算吧 吃早餐吃晚餐 这些很厉害的 这些很小的东西 说一些重要的东西 应该不会是自杀吧 我们去下一张图 看看照片 再图所见 如果大家记得 他们有第三代 第二代有两个兄弟 和一个姐姐 是一个围伤的 就是一个围伤的 是吧 嗯 围伤就是有一个 在IT公司做的一个女儿 叫做Priyanka 那她方宁就33岁了 在2018年的时候 那其实原来Priyanka呢 那其实她已经是准备结婚的 是 是 他们是 就是当你6月30日的凌晨 或者7月1日的早上过世 他们这一家人呢 在6月17日 就是其实是 过世之前的两个星期左右 在家里面呢 就举行了一个过百人的一个 engagement party ok 就是定分 哦 定分 过百人 就是有过百人的人证 看到 哇 他们两个星期前 很兴奋 举办婚礼 7月就举办婚礼 为什么会自杀 肯定是谋杀 这样 还有一个懸疑位 就是 原来6月29日 就是其实因为这家人呢 是直属 他们还有很多亲戚的 就是还有很多伴侶 那些 我看到那些新闻 也有很多访问的伴侶 那原来呢 他说呢 这个riyanka呢 他还在6月29日呢 是曾经呢 和他另外一些伴侶呢 他说 去谈呢 结婚的典礼上面的买 要买些什么 喂 要买哪条裙 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食物 就是他们还在谈 那如果真的6月30日都沉死的话 他说我6月29日 我为什么还要去 说去买那些 即是 结婚购买 不需要 是不是 所以是完全 是一个 其实应该 是不是自杀 你看到这么多迹象 为什么还会自杀呢 我都不觉得他们是有自杀 也都不会蓄意去造成的 还有也都不会说有什么糾纷 就算可能他们之间有些少讨论 也都不会导致是 要互相残杀 不过 我们再 我们会再花多少少时间去看 在第一节 臨尾之前 再想说多一个疑点 就是说 好了被调了 究竟 好了 或者如果 如果 撇除自杀的东西 究竟我们 再想给大家一个证据 大家看 会不会真的有人去杀他们呢 我们看下一张 有一个 一个Diagram 就是 画出来 他们的天花板 是怎么吊着人 吊着有10个尸体 很恐怖 其实想告诉大家 吊着尸体 因为如果你 因为其实 刚才想跟大家说 就是说 刚才其实Kiyo 也提出了一个 疑点 也不是疑点 只是一个 例子 就是说 如果你要自杀的话 你一定是要 离地的 是吧 是 你一定要离地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自杀到 你自己吊自己 是 所以 但是如果你 刚才给大家看的照片 和大家看到这个平面图 你看到一些长短长短的线 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不同的身高 其实你看到 基本上 他们全部都是 碰地的 尤其是男人 一定是碰地的 嗯 接着大家就会问 如果真的是谋杀的话 那其实 那可以是 辣死了他们 先 然后去再 吊他们 是吧 就是如果一个 一个行空者 你有很多 一个谋杀的一些 分析的话 是假扮 假扮吊死的 但其实可能已经是 已经是暴力对待 辣死了他们才再吊 是 但是其实 也是 但是呢 在在场上 搜证呢 就是看到 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一个 那么凶狠 那么强悍的 一个 杀人兇手 他要去辣死了 十一个人 然后再逐个逐个 吊他们 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 是 就是可能 你那些人 这样去摆动 因为他又要挣扎 你在场 一定是会有很多痕跡 那些屋 或者是墙 一定会地刮花 但是你是看到 那间屋 是非常之麒麗的 也都是没有 就是没有 撞花那些墙的痕跡 所以呢 说 吊之前 被辣死 这个说法 是不成立的 是 而且呢 在这个天井 的中间 旁边 就看到一些 长方形的桌 是 看到一些长方形的桌 究竟其实 是不是死者 是在那些桌 然后再自己钓呢 是 这个也是一个迷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是 就是说 用那个 就是那个打结 就是如果你要钓 钓的人 那会不会是 外面的人 在外面 会不会 因为你天井通洞 会不会是 好像有些枪战 或者放针 以前古代那些 枪的针 然后去杀他们 但是呢 也都是 再分析 你吊颈 那条绳 那个钓的打法 因为大家知道 打结 就有很多种打法 是 而大家看到 在照里面 这个打法 就是他们 被辣死 那条绳 那个绑法 嗯 根据这个绑法呢 是没有可能 在外面绑上去 绑进去的 就一定要在下面 拿着家屋里面 新条绳上去 再这样穿 再困颈 是 那所以呢 凭打结 打结这个方法呢 已经呢 警察呢 已经是成立了 就一定呢 在家屋里面 是密室 密室进行的 不会是外面的人 杀他们 也都是呢 其实 未必一定是 是不会是谋杀的 因为 因为根本就 没有痕跡 也都是 其实 他们是 没有可能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根据种种的 的迹象 这样 对 那